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遭受虐待而导致的 日本之所以开始进行虐童对策的AI研究 是因为2018年3月 东京一名5岁的小女孩传户 结爱被母亲和继父虐待 致死引发社会一片哗然 政府不得不出台紧急对策传户结爱 KSB爱护内海放送视频截图2018年 5岁的女童传户结爱死亡 当地警方涉入调查后 发现女童继父传户熊大与女童母亲传户优理 自2018年1月下旬起 就一直在虐待她 不仅每天只给她吃一餐饭 还只让她洗冷水澡 由于营量失调 女童的身体急剧衰弱 并出现了呕吐等症状 看到女儿生病后 这对狠心的父母 因害怕女童行为被揭发 而不让女儿就医结果错过治疗的黄金时机 女童最终死于败血症法医验室后 发现传户结爱 不但叫同龄儿童少了8公斤左右 极为瘦弱身上 更有多处惨遭施暴的伤痕 1990-2016年 女童报道统计日本厚生劳动省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资料 2016年度全日本的儿童咨询 所共接到122578例虐待报告 比2015年度 增多了19292例 在受虐者的年龄层当中 56%为婴儿